PS5的用户这个头像怎么自定义 后面这两个头像是PSN图片库里面的图片 我的主账号这张图片是我自定义的 可以手动上传 它会出现在这里 如果你想学请往下看 首先来到PlayStation的官网 拉到最下方切换成港幅 来到右侧的登录 登录成功之后点击头像 来到账户设定 然后再来到左侧的个人资料 这里有两个 一个是个人资料的相片 一个是个人造型 在个人资料相片里面点编辑 然后变更相片 然后从本地选择一张照片上传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在手机和电脑的流点器里面都可以 上传成功之后 我们在PS5上就能看见相应的变化 这个图片建议大一些 建议800x800起步吧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PSN的数据库里面选 在这个个人造型里面点编辑 这里面有很多头像 还有更多 下面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两张图片 这个个人造型是PSN数据库里面的图片 上面这是个人资料照片是本地上传的 如果你没有上传这张照片 PSN的用户头像它会用这个 如果你上传了本地的照片自定义了 它会用用户上传的这张图片作为你的头像 你学会了吗 好